赵长河身躯悬空,在半空中却极为潇洒地在斩棚翼,凭空拔高了一段。 那剑光便从脚底擦了过去。 赵长河一脚踹在对方面门,那人回剑一架。 脚尖点在他的手腕,赵长河借力但身踏在边上松树上, 傅又回弹而归,并指作剑,戳向对方双目。 这行云流水的剑是套路,潇洒飘逸,已经登堂入室, 任谁都看不出它的根基竟然是刀法。 倒不是纯粹为了庄王道中更像,其实王家剑法它可不会。 更主要的在于,以前不用剑法,明明有了剑法还是刻意选择荣于刀法之中, 其主因就是多带一把剑实在太麻烦了。 而现在有了戒指,戒指里还有戴完成的剑劈,肚子里还一堆剑皇传承的剑法剑意, 这不完一把左剑右刀的帅气简直溃对了这番原法。 眼下对手不算强,完全可以用于练剑。 这也是把所学真正融合理解的一个过程。 学了那么多剑法,连剑都没握过,真的能有什么好理解吗? 不会真以为用刀耍出来就是懂剑了吧? 对方一声惊疑,好剑法,好身法,阁下在外不是无名之辈,可敢报上名来。 赵长河并不搭枪,在对方横剑削向手指之时, 左掌一拖,将对方剑路向上偏斜双指去挤转向下,点钟对方肩颈。 那人身躯一麻,按道我命休矣,却见赵长河随手夺了他的剑, 长笑而去,兴事动众,何德无望,天书之意,非如可知。 声音尚在人已不见。 竟在这高人范儿做了个十足时,观察中的瞎子有些好笑, 这丝自己前一刻还不知道怎么破阵呢,这会儿装得好像什么都懂一样。 那人被点了穴尴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,大喊,快来个人解了老子的穴。 多不多时,周边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,有人披荆斩棘过来, 喘着气道,妈的,这什么狗阵,老子特意出去找人学阵法学了一年, 还是解不了,明明这边就是无望位,为什么出不去? 被点穴那人无奈道,先给我解了穴。 谁干的? 生面孔,很强一四人宝。 那就是真人又从外面引进新人了。 则,这一两年进山的越发少了,还以为竞争者少了, 看来老牛鼻子还是等不下去。 废话,这都多少年了,没有一个突破过半山腰的。 老牛鼻子还有几年命,能等下去才见鬼。 我看再过不久就会忽悠全城的人进来了, 不是,你先给老子解了穴呀。 哦,那人点点头,呼得抽出刀来,一刀把被点穴者砍了脑袋。 鲜血如全喷剑,被砍了得临死,还维持着一个恶然的神情, 都不知道同伙为什么要杀自己。 呸,你也算恶人入山? 看人者鄙夷夷的收刀归翘,这么多年了,还看不明白, 还以为是在帮老牛鼻子找宝贝。 他有那本事自己早拿了,还轮到你我, 无非是看谁有机缘到手,到时候来抢罢了。 既然只看机缘,旁人就不是同伙,而是竞争者。 至于到时候自己拿到了会不会被预须没收,那是后话, 眼下先让竞争者少点才是真的,不然连得手都难,还提什么后话。 他不知道的是,赵长河其实就站在近在咫尺的地方, 歪着脑袋看着这边的故事,嘖嘖有声。 恶人纷纷,这么多年连半山腰都上不去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欲须之所以让他们来取添书,也就是看准了这帮货色根本做不到吧。 却见那人在原地沉思片刻,忽然扶掌,我知道了,出师无望,虚战而无救, 不是单纯走位就能办到,我刚才此杀,算不算战。 他呼得往无望位窜了过去,赵长河眼睁睁地看着他从身边穿过, 他这么走,反而会下山的,是为后方为吕,是为逆吕。 赵长河深深吸了口气,继续登山。 这地方真有意思,他好像真不是在考验你的音乐、阵法,甚至不是在考验星星。 他在讲自然,不要沉迷娱乐,也不要刻意解阵,原法到了,他就到了。 无怪乎这页天书在昆仑,它不是奇门百亿,它是自然之道的运用,把自然的一切运用在武学里。 恰恰此时,自己需要感悟的一重秘藏,与如何结合天照长河慢慢往上走, 自语斑问,你早不提示我昆仑这一页天书,恰在我要来的时候提示,是正好缘分到此呢,还是因为我正好也到了需要体验这些的时候。 虾子的声音不知从哪传来,好像直入脑海,顺缘而走,此极自然。 无论古剑湖底,还是昆仑之巅,你恰好到了,我才告诉你,如果是我让你来的,那是你的缘法吗? 也就是说,我有天书气韵。 虾子沉默半赏,慢慢道,是,你有。 两人同时想起了当初赵长河抽的第三张卡。 他没有给赵长河解析那是什么,赵长河至今也没有问。 赵长河继续向前,前方却是一段崖,见水从下方躺过,上方目侧宽达三十米以上的虚空,不得而过。 时不时有飞鸟在舰上飞掠而过,水见鸟鸟鸣,山幽人静。 有人坐在崖边,慢悠悠地搓绳子,见赵长河过来,头也不抬,离也不理。 赵长河便直接问,前人何不搭桥? 新来的,那人还是不抬眼皮,木栏道,搭不得桥,无论怎么搭,中途必断。 否则这么多年早搭完了,还轮到你在这问。 赵长河观察片刻,微微摇头。 密藏以上不好说,玄关舞者,靠轻宫谁特么能飞越三十米以上,那是飞还是轻宫呢? 能靠轻宫越过半途就算是不错的了,按照长河现在的水准,在同级修行之中的轻宫也不算顶流, 但也数靠前梯队,凌空飞越无处借力的话最多就飞越个二十米,普通人看着已经很鲜了。 按着人的套路搓长绳的话,脑部过去先跳一半,再甩另一半长度的绳子出去卷住对面的树,可行,只是费时。 赵长河又问,为何自己搓绳,不去城中买? 那人不耐烦道,反正外带的就是不行,鬼知道怎么回事,别烦我。 赵长河笑道,是不是抢来的也不行。 那人愣了愣,呵呵一笑,你倒是聪明。 赵长河再度转头看了一眼,心知这考验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, 自身的轻功需要一定的基础,但不需要真的多离谱,和之前己观一脉相承。 而借助太过超纲的工具都不会被天书所认可,取材搓绳倒真是能算的, 但掠夺而来的绳子也不算你自己利用的自然。 有点意思的考验,赵长河也不去搓绳,再度转头看了一眼,似在盘算着什么。 过了片刻,呼得助跑冲刺,凌空飞跃。 那搓绳者看傻了,你这什么工具都没有,真就这么直接跳。 不要命了。 却见赵长河一口气劲,正有些下坠之事,却随意身足轻点, 仿佛有了什么落足支撑点,轻而易举地借力在起,直窜对岸。 搓绳者萌醒,刚才有鹤飞过它,这是踏鹤而行,真正的利用了一切自然之数。 一高就算了,这胆也真大,你怎么确定跳过去的时候正好有鹤路过你脚下? 万一没有呢?万一计算不对,踏空了呢? 可没有那么多万一,赵长河真的踏鹤而过,那人看着眼里不但没有佩服,反而起了力气。 天书只有一夜,这样的人不可留。 嗖!一枚牛毛针无声无息地袭向赵长河后心。 赵长河却仿佛脑后长了眼睛,手中常见伸手厚条,轻松把牛毛针拨了回去。 那人没想到他这都能防,自己倒变成了猝不及防的一个,牛毛针羞地穿入眉心。 他神色疯狂地大笑,你一口气尽了,也过不去了,一起死吧,呵呵呵呵呵。 赵长河那边刚刚踏鹤而起,身为达对岸,凌空状态拨了这一击,体内一口气啄了,确实开始下坠。 距离对岸只剩区区一米左右,他呼得伸长一息。 早前有别人丢绳子捆在对岸的树上,坠在地上的绳索一端呼地被吸到手里, 借离一跃,稳稳落足,消失在岸边,连看都没看偷袭者一眼。 砰的一声,偷袭者眉心带着细小的血洞,满眼悔恨地栽倒在地, 令祝五爷夙愿得偿下画线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